欢迎来到KK音乐 大家在科CP的时候 首选的一定是俊男靓女 谁不喜欢偶像剧一般的爱情呢 在上个月的月底 39岁的玄斌和40岁的孙艺珍上午10点多 正式举行了婚礼 两个人刚爆出来结婚的消息 许多国内外粉丝大为惊讶 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两个人交往了 没错 两个人确实低调交往了整整两年多 婚礼现场也十分浪漫 整整1000多平方米的宽敞绿地 完完全全可以容纳两三百个来宾 据说 饭店还是首尔最豪华的华客山庄饭店 一天只接待一场婚宴 从两个人的财力 知名度和家事来看都是十分般配的 用我国的一句老话来说 那就是门当户对天造地设 和娱乐圈大多数演员一样 他们两个人也是因戏生情 2018年的时候 两个人共同拍摄的电影 极致对决 玄丁在其中扮演的是反派 孙一珍则是一名谈判专家 戏内两个人相互对峙 互相对戏 而戏外的两个人 却在演唱交汇中暗暗生出了情愫 在电影宣传的时候 两人之间的平平互动 更是让两个人的CP粉磕疯了 然而电影宣传过后 两个人却似乎沉入了水中 再无任何波澜 这也让CP粉渐渐平静下来 媒体的重心也渐渐转移开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时间来到2019年 一位记者居然偷偷拍到 两个人在美国超市的同行购物 就让沉默下来的CP粉 再一次血脉觉醒 纷纷喊着让两个人在一起 外界也认为 两个人似乎真的有恋情 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新闻 以及网友的评论 两个人一致对外说 对方是自己的朋友 二人目前并没有想谈恋爱的想法 但是如今看来 当时的两个人应该 也是为了事业才没有说开 这个话已经公开 许多粉丝又大为失望 原以为两个人有戏呢 结果被辟谣了 但是到了2019年的年底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 玄冰和孙艺珍居然二搭了 爱的迫降 播出让两个人的名气又大为提升 在韩瑜中 这两个人的CP粉心情 应该是最大起大落了 看起来似乎在一起了 但是又各种辟谣 甚至在2020年6月份 这是一个颁奖典礼 当时两个人还坐在一起 结果全程没有互动 这一举动让当时两个人的 维粉都觉得 他们之前只是为了新剧的预热 才互动频繁 其实两个人并没有任何关系 一切都是CP粉的意想罢了 正当大家真的以为两个人 没有关系的时候 他们又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2021年元旦 在某些媒体 拍到两个人打小白球的照片后 没想到 女方孙艺珍 直接在公众平台上 承认两人的恋情 她在公共平台上写着 嗯 对 就变成那样了 感谢可以遇到好的人 我们会好好培养这段感情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直接让韩国的粉丝 直接沸腾起来 也让我们国内的粉丝 纷纷祝福 在我们国内的玄冰超话 和孙艺珍超话中 也写着他们两个是2021年的1号情侣 原来两个人之前在拍摄电视剧时 并没有在一起 但是结束之后 却发现分开后 彼此在想念着对方 而就在今年2月份 女方也在社交网上表示自己决定 和玄冰结婚 而玄冰的经纪公司也发出了两个人的牵手照 从剧内到剧外 两个人真正地从偶像剧走进了现实 最终两个人的婚礼定在了今年3月底 从照片中看出在婚礼上 两个人换了许多套衣服 可以说非常郑重地对待自己的婚礼了 孙艺珍最后穿的婚纱是一套绿色的 而且现场还放了爱得迫降的主题曲 看来这部剧对两个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也许也是他们两个二人恋情真正的开始 就在4月11号 记者还拍到了两个人去美国洛杉矶度蜜月 新婚小夫妻带了四个大行李箱 估计要在洛杉矶住一段时间了 毕竟两个人在美国也是有自己的房产的 旅游和度蜜月也是十分方便 玄冰对孙艺真的好也体现在细节 当有车过来时 玄冰还轻轻地拉了妻子 用自己挡在妻子的前面 粉丝纷纷跑过来时 玄冰也怕有粉丝不小心莽撞地撞到妻子 不过全程对粉丝还是十分有礼貌的 只是让他们稍微小心一些 想到这里 我不由想到了一句话 如果是你晚一点也没关系 其实男方和女方的年龄都已经不再年轻 两个人在此之前也有过自己曾经的恋情 但是最终兜兜转转还是走到了一起 缘分真的是一个奇妙的东西 纵使不再是二八年华 但是依旧可以与你余生相伴 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好 好 好